第六题 设K为一个常数且K小为0 以致多项是fs等于1加ks加1加ks的平方 加1加ks的三次方 加加加加1加ks的十次方的s平方向系数 为1659k的值 那么有题目的是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多项是fs 1加ks加上1加ks的平方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等比极数 那么等比极数它的公比如果我们把它叫做是r 所以r就是后项除以前项 那么因此r就是等于1加上ks 所以我们就利用等比极数求和来求出这个多项是fs 所以fs那么就会等1 分母的部分因为公比r是1加ks比1大 所以我们分母就利用公比就是1加上ks-1 分子我们首先是首相 首相是1加上ks 那么再乘上公比公比是1加上ks整个的像素 像素是从1次方1到10次方 所以像素一共有10个就是10次方 那么再-1 所以我们再来画减 那么因此分母1加ks-1 我们得到是ks 再把这个1加ks的乘进来 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得到1加上ks 那么得11次方 1次方乘上10次方就相加 再减掉1加上ks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求出s平方向它的系数 所以首先我们来求出fs它的s平方向 所以它的s平方向就会等于 那么分母的部分是k乘上s 那分子的部分因为后面1加ks是1次方 那么并不会影响到我们s平方向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就只要求出 1加ks11次方的s3次方向就好 所以它的s3次方向怎么去计算呢 也就是说c11我们取3 再乘上它的系数是k的3次方 我们把这一项就把它写过来 那么因此就是c11取3乘上k的3次方 再乘上s3次方 所以s3次方除以s 那么因此它的系数我们就求的是k 分子c11取3再乘上k的3次方 整个再乘上s平方 那么因此这一项 那么就是s平方向的系数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事先来做化解 也就说这个k可以跟分子的k三次方约分 得到4k平方 那么题目告诉我们s平方向的系数是165 那么就会等于c11取3 再乘上k的平方 所以就会等于c11取3的一次 那么就是11向下取三个相乘 所以乘以10 那么再乘以9 去除以三阶层 三阶层就是3乘2乘1 那么再乘上k平方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这个值是165k平方 那么165等于165的k平方 所以165跟165可以把它约分 那么因此我们就求的k平方的值等于1 k平方等于1 我们求出k的值等于1 那么或者是k的值等于-1 那么根据题目的意思 k的值要小于0 那么k4-1小于0正确了 k等于1 我们知道呢 那么这个数就是不合 所以题目要来求k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呢 k的值等于-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1 2 1 2 2 2